一眼张文琪平时除了忙着工作 也不时会回到高雄 帮父母卖一贤书机 有着贤书机女神的圈号 后来她于2021年创业 开店卖贤书机 今夜晒出了宣传海报 海报上的她穿着白色小洋装 手上端着一盒贤书机 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海报里的文字有误 艺人好友黄浩平 也在贴文底下暖心留言提醒 还开玩笑说算写错字了 但还是很美 张文琪笑回文字有误 放在自己身上是很合理的 因为她从小就阅读障碍 事实上先前曾有网友质疑 她有阅读障碍 为何还能创业 她反驳表示 自己有阅读障碍不是智能障碍 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就一定能克服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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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